各位旗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吴清源大事的一盘完胜名剧 这盘棋是1953年11月19日到20日 吴清源与百天荣男升降示范棋的第二剧 我们还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本剧的背景 1952年独卖新闻主办了精锐四强战 参战的棋手有当时的四位强棋段 百天荣男、腾泽秀行、龚夏秀阳和山内亚男 最后百天荣男获得优胜 赢下这次比赛之后 百天荣男向当时的第一强者吴清源发出了 番棋挑战的邀请 吴清源信任接受 双方下了一次六番棋 在六番棋之前 百天曾与吴清源下过五局 全部败北 但这次的六番棋 他却以四胜一负一合的战绩 战胜了吴清源 虽然说 板田是在先向先的棋份下赢的 但毕竟他也直过两回白棋 赢了这次之后 百天荣男非常兴奋 他甚至对当时的裁判龚夏秀阳叫道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赢了吴先生 而对于吴清源来说 这次六番棋 输得显然不太服气 因此在闲谈当中 透露出自己实际上未尽全力 而板田也因六番棋的胜利 滋长了信心 双方都想与对方来一次正式的生死较量 于是独卖新闻不失时机的组织了吴清源与板田容南的升降十番棋 消息公布之后 广大齐迷奔走相告 其热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吴清源与滕泽库之柱的十番棋 于是在万众主目中 十番棋开始了 由于板田比吴清源少一段 故交手的棋份依然为先向先 即板田按照黑白黑黑白黑的次序下 这次十番棋 吴清源大师最终以六比二的总比分 将板田容南打至了定先 板田容南局后曾经反省到 一方面我陶醉在六番棋的胜利中 一方面盘算到十局棋中我有七局直黑 只要我直黑时确保胜利 就不会被打至降格 照这种方式思考问题 棋还没下 实际上就已经输了 本局是十番棋的第二局 第一局板田容南直黑获胜 接下来我们进入七局 直黑的吴清源大师 第一手下载了右上的小木 这手棋看似平淡 但却意义重大 因为已经有接近二十年的时间 吴大师第一手没有下的小木 他年轻时期曾用袖侧流布局 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绩 胜率一度高达80% 但后来和木古石提倡新布局之后 他的第一手都是下的星位 而这盘棋 他重新拿起了自己的镇山宝 可见对本局的一个重视 下一手棋 白棋木外 黑棋单关手脚 这是日本古谱当中常见的一个下法 白棋对角小木 黑棋挂角 白棋快速拆 由于黑棋不贴木 白棋的步调非常轻快 而黑棋则抢占三三 寓以实地来对抗白棋 下一手棋 白棋大飞手脚 黑棋右边拆边 白棋拆二 防止黑棋两翼张开 黑棋则紧紧逼住白棋的大飞脚 而接下来 白棋的这步尖呢 尽管非常坚实 但明显地缓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此时呢 板田先生对于这次十番棋的获胜 似乎是充满了信心 这手棋一般情况下呢 应该考虑在左上这一带 夹击或者飞压 扩张自己的上方 那么这手棋一走呢 黑棋自然也乐得 将自己的拆三补好 因为白棋的形状非常坚实 这个打入呢 非常严厉 接下来 白棋夹住 这是板田先生非常喜欢的一个下法 黑棋坚出 白棋拆二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不能再飞压 否则白棋爬 黑棋长白棋长 黑棋再长白棋并住呢 由于左边白棋已经拆二 黑棋的外势难以发挥 这个结果黑棋不满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选择了在脚上肩 护住实地和眼位的下法 白棋长出 黑棋立下 接下来 白棋的这部飞 也是大事上的要点 如果现在白棋跟着挡住 那显然黑棋又点了之后 再次压 扩张右边的下法 这个结果 上方白棋整体出于低位 不满 因此白棋再次飞 而黑棋呢 则针锋相对 马上在二路飞 防住白棋的二线渗透 下一手棋 白棋随手挡住呢 是局后 板田先生非常后悔的一手棋 这个时候他认为呢 白棋应该考虑在这一带贴 把中央加后 实战 白棋毫无防范的再次挡住 殊不知一场惊天的阴谋 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 黑棋再次打入 白棋挡住 又是制中的一手棋 这个时候呢 白棋应该压住 这是局后复盘 双方共同的意见 黑棋搬 白棋就断 接下来黑棋吃呢 白棋长 黑棋粘住 白棋拐头 黑棋打了之后 再次断吃两颗白子 将形成黑棋实地 和白棋外势的一个局面 这样棋局还很漫长 但实战当中 擅长局部战斗的 白棋先生呢 选择了再次挡住 而黑棋则不失时机的 再次压住 这个地方尽管看起来 局部白棋子力多 但是黑棋的棋形要更好 现在 白棋已经压不到这一手 如果压再被黑棋挖 打吃 粘住 白棋再去吃这颗子呢 效率已经不高 黑棋打完之后 这一代白棋的棋形非常重复 而黑棋这个逼住呢 成为绝好点 这样一来呢 白棋是不满意 尤其黑棋还不贴木 这个图呢 白棋也无法忍受 所以实战当中 白棋呢 再次弯 穿向眼反击 而黑棋 则马上再次冲断 由于右边黑棋子力众多 白棋自然不肯坐视 这颗子被吃掉 所以白棋长出 黑棋也长 双方形成一个扭十字的形状 白棋尖是棋形要点 黑棋则尖出 下一手棋 白棋管 黑棋跳 现在我们看短短几手之后 黑棋呢 将白棋一分为三 现在三块棋都不活 那即使是强如板田先生的这种智骨手段呢 想必也感到非常棘手 下一手棋 白棋在逃出之前先挤 是好时机 黑棋呢 为了保持攻势 自然是站在外面 但接下来 白棋的这步跳呢 又是板田局后后悔的一手 他此时丝毫没有意识到 这一代的危机呢 已经悄然的来临 局后反思呢 他认为 白棋应该先刺 黑棋粘住 白棋在长出 这样局面依然非常混乱 但是比实战呢 白棋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那我们看实战当中 白棋在此跳出 想要威胁黑棋 左上角的时候 黑棋直接在中央联络 反过来威胁上方的四颗白子 白棋点方 黑棋粘住 下一手棋 板田长烤了一小时27分钟 选择了二鲁尖的下法 而吴大师也再次长烤 一小时20分钟之后 同样选择了二鲁尖 双方在这个地方弃合 那么局后反思呢 白棋认为 此时呢应该先飞 不管怎么样 先将上方这块机处理好 黑棋如果挡住 白棋挤 黑棋粘呢 白棋火完之后 再次立下 黑棋挡住呢 白棋再搬 这样呢依然保持 对左上黑棋的攻势 局面很复杂 这一代黑棋 冲了白棋挡住就可以 那么实战当中呢 白棋以为 这步尖完之后 已经把黑棋 左上吃干净 但当黑棋下一手 尖在此处的时候 白棋才发现 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 那么简单 这手棋 在吃住上方 白棋的同时 还暗藏着 随时挖断白棋的手段 如果现在白棋去吃 那么黑棋呢 可以在上方先搬粘 这是决心 之后呢 再次挖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白棋只好粘在上边 黑棋再断 白棋冲 黑棋就退 这样我们看到 这个白棋的气非常紧 局部呢 白棋不行 这个结果白棋崩溃 因此实战当中呢 白棋开始补这个挖断 但是补的时候 又出了一个小问题 这个时候白棋呢 是靠在中央 希望能够最高效率的 补住这个挖断 同时呢 也照应右边的这三颗白棋 但局后看呢 这手棋还是应该补在此处 把左上的黑棋呢 彻底吃尽 而当白棋靠这个的时候 黑棋再次一侧 白棋再粘住呢 黑棋接下来挡住 现在白棋呢 应该直接把左上吃住 而实战当中 白棋先在上方间 意图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余味 黑棋点进去破影 白棋的这不压呢 又是板田的问题手 这手棋显然走完之后 下一手棋依然无法救火这块白棋 尽管在局部留下了以后 将来在此跨出的味道 但是黑棋接下来在此一冲的时候 白棋呢 反而陷入了进退两难 现在脚上必须要补一手 否则黑棋再次挡住 白棋将无共而返 但是当白棋补的时候 他低估了黑棋这个 靠完了断的强硬手段 现在白棋只有从二路打吃 因为如果白棋从四路去打吃的话 将遭到黑棋断的反击 白棋不能提 提黑棋这一打呢 就出奇了 那么白棋如果粘住 黑棋提先手 白棋再破眼呢 黑棋打出 上方将形成结症 而这个结 显然是黑棋的无忧结 这个白棋呢 也没法打 所以实战当中呢 白棋只好忍让 从二线打吃 黑棋打吃 极其愉快 白棋断 黑棋提 白棋粘呢 黑棋挡住 白棋竟然还要把这个段 再补掉 如此一来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 黑棋将白棋封锁 接下来 黑棋肩 也是非常愉快的 先手便宜 白棋立下 黑棋呢 再次补棋 这手棋非常厚实 走完之后 这个跨的弱点 已经不存在 上方的战斗 暂时结束 我们来盘点一下 双方的战果 白棋在这一代 大概吃住了三十木棋 而黑棋吃住的木树 比起白棋只多不少 但关键问题是 白棋为了吃黑棋 这个地方被封锁 而黑棋不仅吃住白棋 把子力还走在了外围 非常厚实 那白棋这三克子 现在成为黑棋的进攻目标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碰 这是板田局部作战当中 常用的一个腾挪手精 希望能处理这块棋 同时瞄着 在脚上小木点的反击手段 白棋直接点不成立 因为黑棋可以再次双注 白棋冲了 黑棋就长 再冲再长 这样我们看到 白棋左右两边呢 难以兼顾 脚上随时有二度跳进去的手段 而下方这一带也漏着风 中央三克子被吃住呢 白棋同样无法忍受 所以实战 白棋再次先碰 黑棋强硬的搬 白棋连搬 黑棋接下来呢 识破了白棋的意图 回到脚上补齐 白棋再碰 继续增加眼位 黑棋唬了之后 立下 也是局部最佳的一个下法 接下来呢 白棋再次断 将水搅混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此时呢 只有右边这一带的黑棋 存在缺陷 白棋还有征舍负的机会 其他的地方的黑棋呢 都非常厚实 接下来黑棋打吃 白棋尝 黑棋挡住 白棋吃 是一本道 黑棋下一手棋 再次强硬的搬着子头 白棋呢 也只能打掉牙 往肚子里叶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的断是不成立的 黑棋可以再次跑出 白棋这两颗子 与右边这块棋 难以兼顾 实战当中 白棋弯出 黑棋后视粘住 接下来 白棋拐头 这个地方 白棋直接扳断 黑棋是不成立的 黑棋可以拐出 白棋再长 黑棋再爬 当白棋再长的时候 黑棋的这不断 是非常致命的 征子对黑棋有利 那么白棋如果打吃 黑棋就打 白棋跑呢 黑棋一拐 这个征和这个吃呢 必得其 这样白棋崩溃 所以实战当中呢 白棋在此先拐出 黑棋则马上跳步 白棋再长 黑棋呢 跳又是反击的好手 右边的这块白棋没有活 那么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呢就粘住 现在白棋很想在此飞 封锁住黑棋 如果黑棋被逼连回 白棋再不活呢 那这个图能飞到这一下 限制黑棋的外事 同时描着这个段子 这个白棋还是满意的 但可惜 这手棋做不到 因为如果现在白棋飞 黑棋又打了之后 在一路大飞破岩的手段 现在白棋气候南下 只有在此断 但是黑棋一收气呢 这个地方白棋刚好差一气 如果你粘住 黑棋再收气 白棋三气 黑棋四气 这个白棋不行 但现在如果你直接去收气 那么黑棋这一几呢 白棋局部已经没有气了 再收气打吃先手 只有两气 刚好差一气就把白棋吃住了 所以这个图不成立 实战当中呢 直白的白棋先生无奈呢 就只好团在此处坐影 黑棋跳出 接下来白棋下得又不够细致 白棋呢是直接在脚上挡住 不够显然觉得以后呢 一路搬还是先手的关子 但是局后研究 这手棋呢应该在此先搬 跟黑棋的粘交换之后 跳在这做活 才是棋型要点 这样呢以后 黑棋的这个力 就不是先手了 白棋可以脱先 你跳这个我就退 上方坐影和这个段吃呢 结合 而至于搬这个呢 白棋提掉就可以 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棋 但是实战呢 白棋为了追求木树 挡在了此处 给了黑棋机会 接下来 黑棋在此间 厚重的一手 既增加自己中央的潜力 同时呢 又通过威胁这五颗白棋 间接的保护右边这块棋 白棋肩破坏黑棋眼位 黑棋顺势跳出 白棋再跳 黑棋搬住 白棋强硬连搬 继继继住 黑棋右边这块棋 而黑棋呢 马上 把预留的这个手段 动用了 黑棋搬 白棋提掉 此时呢 黑棋的力 就变成了先手 这样一来 我们看到这个搬过 白棋是无法忍受的 那无奈呢 白棋只好挡住 有了这个一路力的线索 这块黑棋的眼位得到了加强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打了反击 白棋粘住 那么如果白棋这个时候挡在此处 黑棋就提 白棋打呢 黑棋粘 这样一来呢 黑棋中复变后 白棋再补断呢 黑棋补活就可以 这个结果呢 也是黑棋满意 实战当中 考虑到黑棋中复潜力 白棋呢 选择粘住 而黑棋则顺势冲出 这五颗白子变得更加威胁 下一手棋 白棋扳 黑棋就粘住 白棋再跳 黑棋呢 长出 白棋冲 黑棋粘 这都是一本道 以下呢 黑棋联络 白棋再次挡住 这个时候呢 还在名词苦想的 白棋先生突然听到裁判说 他已经进入独庙 而吴清元大师呢 此时还有将近五个小时的保留时间 接下来 白棋再次挤 黑棋活之前先搬 也是好手 现在白棋气太紧 这个局部呢 是无法强杀黑棋的 接下来白棋弯出 黑棋不断 白棋再拐 黑棋呢 挡住活棋 下一手棋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白棋跳 现在白棋最后的救命稻草 就是强撑住下方 如果能够将下方围住 还有争胜负的可能 黑棋在此间 追究白棋骑行的弱点 白棋呢 则强行搬住 黑棋断 白棋打 黑棋长 白棋就跳 这个局部 板田先生下的也非常的强硬 而就在此时呢 吴庆元大师下出了本局唯一的一部疑问手 这个时候呢 黑棋选择了冲吃中央两克子的一个下方 这手棋遭到了他的恩师赖月现座批评 他认为这盘棋毫无疑问 是吴庆元的名局 但是下出吃了这两克子的手段 无论什么褒奖的都失去意义 这个时候 黑棋呢 显然应该在下方拆 只要限制住白棋的扩张 中央这个地方呢 没有棋 因为这个冲吃和这个冲出呢 是剑合 这个打也是先手 这样呢 将是黑棋乐胜的一个局面 实战当中呢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吃 白棋愉快的在此 先手滚包两下 然后在下方最大限度的逼住 这个时候呢 局面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白棋将下方全部成空 那么这盘棋的胜负呢 将难以预料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强硬的飞 白棋呢 则寸处不让的靠住 黑棋再搬 白棋虎 黑棋挡住 白棋打了之后呢 再吃 黑棋自然不肯被白棋一手棋踢干净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长出 白棋呢 贴住 黑棋再从二路拖是好手 这个地方黑棋不能走这些 如果再被白棋滚包 把下方全部护住 那么这个棋呢 就真的混乱起来了 下一手棋 黑棋这个拖呢 最大限度的压缩 白棋下方的目数 白棋搬住 黑棋打持 此时 板田先生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呢 白棋都应该把这个粘住 尽管这样局势还是黑棋好 但白棋还可以下 左边这一带呢 还比较复杂 实战当中 在独秒声中呢 白棋粘住 结果一下 进入了吴大师 守经表演世界 黑棋现在在断 这是好手 白棋已经无法再吃这个 否则被黑棋在此 先手滚包两下之后 然后这一断吃呢 这盘棋就结束了 白棋这个粘不住 粘住的黑棋断打 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局部呢 白棋被打成瘀形 目数也损失惨重 自然不堪满意 因此实战当中 白棋呢 只有硬着头皮去断吃 那相信有一定实力的棋友 都已经看到 这个局部呢 将形成一个大头鬼的棋形 白棋提 黑棋扑一下要点 打吃 然后再粘 现在白棋只有断 因为下方这个大头鬼还没活 黑棋打吃先手 白棋提掉了呢 黑棋也提 那么这个地方呢 黑棋就留下了 随时粘住的一个手段 而同时呢 以后即使白棋断 这一代白棋的气 也是非常紧的 接下来 白棋先挡 威胁脚上黑棋 但黑棋的活路非常清晰 二路搬 白棋挡住 黑棋立下 这个断 必须要补 那么白棋补断了 黑棋 断吃一下之后 在二路一间呢 局部是个板六 已经是活棋 下一手棋 白棋硬着头皮断在此处 否则 无法再争胜负 而 黑棋呢 马上再自己断 试探白棋硬手 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在这吃 这个局部就直接出棋了 因为黑棋这一打吃呢 白棋已经很难过 如果提掉 那么黑棋再打 白棋粘住的时候呢 黑棋就粘 做截 这个黑棋也不怕 无忧截 接下来白棋如果断 黑棋粘先手 白棋再走呢 那很明显 这个地方 黑棋一冲 你打吃呢 我就粘住 这个局部 白棋气不够了 你再收棋呢 这一扑 或者直接叫吃 都一起把白棋吃掉 这个自然不行 所以这一袋呢 提不行 但如果你粘住 这个滚包呢 也非常愉快 接下来呢 黑棋可以冲下来 白棋如果再断 黑棋粘是先手 这个局部就再次出棋了 这个吃和这个冲呢 必得其一 白棋还挡不住 挡就被征服了 所以 实战当中 当黑棋断的时候呢 白棋选择了吃在这 下一手棋 黑棋先冲 这是盘面上最大的地方 有18目 左右的架值 而黑棋 白棋呢 则在脚上跳 黑棋立下活棋 白棋呢挡住 黑棋补活 接下来 白棋提 黑棋打吃 白棋就长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下边到底有什么棋呢 各位棋友可以计算一下 吴大师接下来的手段非常精妙 那我们看 这个地方如果黑棋直接冲下来 白棋打吃 黑棋再粘呢 白棋也粘住 这样黑棋再走呢 白棋打吃就可以 黑棋粘住 白棋就吃 这个你扑 我就提掉 打吃呢 提掉就可以 再断吃 我就连回 这黑棋也没有什么手段 反而损了一堆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欣赏 吴大师的精妙算落 在黑棋打 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突然回手点到了 右下角的二路 这手棋是与这个打相关联的手段 现在白棋局部的本手 只有挡在此处 但如此以来 黑棋挤过 原本白棋目数就已经不够 这个再被搜刮呢 显然已经是无法再争胜负 那实战当中 白棋九段在独秒声中心一横呢 先在上方连续打僵两下 然后呢 直接团在此处 最后的顽抗 但下一手棋一出 这盘棋已经结束了 黑棋这一挖呢 白棋局部已经崩溃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白棋打这个不成立 黑棋可以立 这个瞻如果是先手 二楼一接 脚上就活棋了 而如果白棋去冲 黑棋的这个瞻将变成先手 白棋再吃的时候 黑棋呢 可以再次强硬的打住 接下来 如果白棋再次打吃 那么黑棋粘住 白棋再吃呢 黑棋扑了之后 再次一打 这个局部已经是接不归 白棋提掉 黑棋一打呢 吃住尾巴 自然就成功了 而如果白棋 现在从上方去双将吃 那么黑棋这个瞻是决先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局部 黑棋这一瞻住呢 白棋也崩溃了 你再提 黑棋直接冲下去了 这个当然也不行 所以从上方打不成立 实战当中 板田先生从下方去打 黑棋顺势一退 又是先手 现在白棋不能断在这 否则黑棋的这个断非常严厉 白棋这个二路加呢 不成立 黑棋打先手之后一沾 把脚上吃住 也是黑棋大优 实战当中呢 在黑棋退的时候 白棋在脚上不断 接下来 黑棋再次直接挡住 白棋无论怎么吃 这个地方都已经形成了 一个相似断的气形 黑棋沾 白棋再断 吴大师此时先不着急 在下方出棋 非常细腻的 先把右上的关子收掉 这个利是决先 白棋只有收棋 黑棋的利又是先手 白棋在一开始挡住 心心念念的这个一路班呢 最后反而成为了 黑棋的一个先手 白棋收棋 接下来黑棋一扑 板田先手就头子人扑了 因为很显然呢 白棋如果再吃 黑棋打 白棋提 黑棋一吃呢 吃住这个尾巴之后 黑棋盘面已经领先 二十目以上 棋局已经无法再进行 这盘棋呢 是吴大师的经典名区 上方这一带的整个构思 包括这个棋子 以及这一带靠出之后 封锁 非常的精妙 而在中央这一带的战斗当中呢 处理的也非常的巧妙 唯独这个地方有一点疑问手 但至于是不是问题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也有可能吴大师已经算清了 此后的变化 而在最后 关子收入阶段 吴大师在这个地方 精彩的手机表演呢 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睛 那这盘棋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棋友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罗信河九段的千古名区 这盘棋呢 是2005年12月16日 第十届三星杯半决赛 三番棋第三局的较量 由崔正汉九段之黑 对阵罗信河九段 这排棋 也即使大家熟知的 三节循环 分出胜负的名区 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 直黑的崔正汉九段呢 采用了和第二局 完全一样的开局 布下了一个 迷你中国流的阵势 而白棋的下法呢 也与第二局完全相同 那么半决赛的第二局呢 罗信河九段 是输给了崔正汉 大龙被突 而用时仅用了73分钟 这也是世界比赛当中的一个 用时比较短的一个记录了 那么 赛后 罗信河九段 进行分析的时候 他发现呢 在右下的定式选择当中 他出现了失误 所以这盘棋 他非常迫切的希望 能够再次拿到白棋 来验证 自己的一个判断 果然 经过猜先之后 幸运的罗信河九段 拿到了白棋 那么 棋局进行至此呢 第二局的时候 白棋是选择了 在33靠的下法 结果在右下这一带呢 是吃了亏 这一局呢 罗信河九段 做出了调整 他选择了 一肩跳的一个下法 对此 黑棋先刺 白棋 粘住的时候 黑棋选择了跳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小飞 是更常见的下法 但是 翠璋和九段 显然担心呢 白棋 坚冲的下法 因为迷你中国流呢 上方和右上这一带呢 是他主要的发展方向 如果被坚冲 黑棋冲 白棋就挡住 黑棋如果冲的话 选择这个定型之后 那么局面呢 罗信河九段认为 白棋已经慢慢的打开 这样呢 接下来黑棋如果挖 白棋打完之后 后时的粘住 黑棋再冲的时候 白棋有跳的一个好手 接下来我们看到 你不能够挡在三三 挡在三三 白棋这一长呢 黑棋在这个地方 是拿不住这两个白子的 因为你再冲 白棋可以再长 你再粘住 他一冲下来 这颗子被割下呢 黑棋局部是大损 而如果黑棋挡在心位 白棋从三三长 黑棋再立的时候 白棋一尖呢 这个脚不是活棋 那这样呢 外围 白棋限制了黑棋的发挥 而脚上呢 把时空也捞到了手 这个结果白棋也是满意的 所以这个图黑棋不满 那么如果黑棋这个时候用墙 直接在此断的话 白棋准备了靠的手段 之后呢 再次挡下 黑棋扳 白棋就断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定型 接下来白棋滚包一圈 之后呢 再次跳出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粘住 长呢 就双住 由于之前白棋再次靠到一手呢 这个局部黑棋的跳是跳不出来的 因为白棋冲了之后 再次一穿向眼呢 你冲可以粘住 这样呢 这个局部黑棋不行 如果只能委屈的 在二线爬了做活的话 这个黑棋不满意 所以实战 崔正汉九段呢 选择了 先刺 使黑 使白棋变中之后 再次跳起 扩张自己上方和右边的一个下法 白棋自然飞下 封锁黑棋 黑棋二路飞 白棋这个时候呢 很想 直接靠住黑棋 强行封锁 但是罗启和九段担心 黑棋死是顶了之后断 这个局部形成战斗呢 白棋也没有什么把握 所以实战呢 白棋先在外围做准备 先在此飞 这也是命令性 这个地方如果黑棋在下方出头 被白棋再次飞过来的话 那黑棋这个迷你中国流这代的阵势呢 将遭到严重的一个破坏 所以实战 黑棋在此靠 白棋搬 黑棋长 这样白棋在此多了两个子之后呢 就可以在下方靠住了 不过有得必有失 这个地方黑棋呢 也得到了加强 实战 倔强的崔正汉九段 不甘心被封锁 直接搬出进行转换 白棋断 黑棋吃 接下来白棋再吃 黑棋提掉 这样就局部而言 白棋呢 收获了大量的失控 而黑棋呢 获得了先手 接下来黑棋在此断 那么白棋这个地方 简明的下方 在当时呢 在这个套姆维棋道场讲解的 常浩九段 于斌九段和董言七段三个人呢 认为白棋单退一个 是很简明的下方 因为这个时候争子 白棋有力 黑棋争不掉这颗子 但是 思路与众不同的 罗细和九段呢 没有这样下 他选择了再次拐的下方 黑棋搬 白棋再搬住 但崔正汉九段 在这个地方也向世人展示了他在这种局部的接触战当中的过人之处 黑棋这部断是局部的好手 抓住了白棋弃紧的一个弱点 同时呢 最大限度的利用脚部被吃掉的这两颗子 现在白棋如果再次打吃 那么黑棋跑一下之后 这个局部将非常复杂 如果白棋吃 那么黑棋打了之后呢 再次尝出 就把脚重新夺了回来 这样呢 显然 白棋不太满意 但如果 这个时候白棋去补齐 被黑棋粘住呢 那么接下来这个三三的长 和外围打了之后冲吃白棋 形成剑合 这个白棋呢 也不太好 所以实战 罗喜和九段呢 选择了 先打一下之后 再次打吃 这样外围这个蹄花 黑棋当然受不了 所以黑棋先冲 试探白棋硬手 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长出 接下来白棋在脚上补齐 黑棋打吃 这是随着汉九段 预定的一个手段 这样呢 黑棋通过打三还一的 一个棋子呢 再次利用先手 加强了自己的外围 争到先手之后 黑棋在右上小飞 局面呢 现在仍然是非常接近 白棋失控较多 但黑棋的发展潜力巨大 之后 白棋打入黑棋上方 双方再次爆发激战 黑棋跳出 白棋出头 黑棋唯控的时候 白棋震住头 也是必然的一手 接下来黑棋飞三三 白棋这部小肩 是局部常用的一个手法 希望这一代呢 黑棋跟着硬 如果黑棋二路立的话 那这两个交换 白棋已经便宜了 那如果黑棋挤在此处 白棋就沾 这样的交换 我们看到 一旦白棋这块变强 那么对于将来 破坏黑棋的右上呢 也将有更多的一个助力 所以实战 催着汉九段呢 看清了这两颗子 直接在三三间 先要求在此活棋 白棋再接 黑棋选择了沾住 那么长号九段认为 这个地方呢 白棋应该挡住 黑棋如果断 白棋就沾 接下来飞 白棋冲 之后在此后时的联络 黑棋四 白棋粘住 黑棋在小间 但罗西娥九段呢 也思考过这个图 他认为这个图呢 白棋右上已经几乎失控化 而黑棋右上已经几乎失控化 而白棋的这个外事呢 不一定能够发挥得出来 所以他实战没有敢选择 这样的下法 担心落空 所以实战呢 我们看 白棋的一个下法 白棋再次冲下 黑棋加 白棋再立 白棋继续选择了 捞取失控的一个下法 黑棋坚出反击 白棋后视的把脚吃住 接下来黑棋冲 白棋加 黑棋四的时候呢 于宾九段认为 这个棋白棋的本手应该粘住 粘住呢 继续与黑棋战斗 但是脑回路与众不同的 罗希和九段呢 在这个地方开始反击 他认为如果次被粘住的话 从心情上来讲 已经被黑棋便宜了 所以在此他马上穿向眼 与黑棋战斗 黑棋冲 白棋反冲 黑棋挡住 白棋断 黑棋再冲的时候 白棋打完之后呢 粘住 接下来黑棋在此接 下一手棋呢 白棋是选择了 从一路渡过 这是局后呢 罗希和九段 比较后悔的一手棋 他认为此时呢 白棋应该先在三路点 试探黑棋应手 如果黑棋在 四旋压住 像实战一样去选择 那么由于多了 这个二路搬过的选择呢 白棋就不一定需要 马上渡过了 因为这个渡过 毕竟从目数上来看 近乎于一个单关 价值不是特别大 那如果黑棋再次团住 白棋再渡过呢 这一代由于黑棋的棋型 并不好 棋很紧 那将来呢 白棋还有骚扰的手段 所以实战呢 白棋先渡过 黑棋在中央补棋 当白棋再点的时候 由于这块棋已经是活棋 这个班的价值变小的 黑棋就挡在四线 为中央了 接下来白棋跳 黑棋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图 加后中央 白棋再靠 黑棋搬 白棋虎 那 长号九段此时 在讲解的时候认为呢 各位积极的下法 黑棋应该在此叫吃 破坏白棋掩位 但罗希和九段呢 有不同意见 他认为如果叫吃的话 他准备在此反打 黑棋如果提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那这个打入呢 是先手 由于二路是有拖过的 黑棋二路立足度的时候 白棋这一拆呢 由于上方这一带随时留有 二路班的大关子 这一带黑棋的空没有完全围住 而黑棋又没有把握杀掉这块白棋 这个白棋的棋型呢 还是比较清零 比较灵活 所以这样的下法 黑棋也有风险 实战 崔张汉九段呢 也没有敢这样下 他呢 还是继续以中央为重 当然此时黑棋已经有了一定的优势意识 黑棋先退 白棋再搬 黑棋吃的时候 白棋做截 接下来黑棋提截 白棋中央的这个点呢 是截材 因为下一手去 如果白棋跳回 这块黑棋是没有活棋的 黑棋补住 白棋提 黑棋搬 白棋挡住 这个搬也是黑棋很趁手的一枚杰 因为将来还留有二二路虎 做截的手段 黑棋提截 白棋二路拖 黑棋强硬的搬住 白棋提 此时呢 崔张汉九段选择了 弃掉这个截 他直接在下方拆 连走两手呢 既扩张了下方的实地 同时又进攻星位的这颗子 还是一副优势的一个意识 但是崔张汉走这个的时候 罗细和九段认为呢 这个棋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 那么接下来呢 白棋一百手靠 是当初在这代打入的时候 黑棋压呢 白棋预定的一个手段 试探黑棋的应手 黑棋拐住 白棋先挖 黑棋退 然后白棋再剑 黑棋压 白棋就长 走到这个地方呢 一百零八手当白棋取得联络的时候 罗细和九段以为呢 黑棋一定会搬住 但没想到 崔张汉九段就脱先了 他先在左下呢 双飞燕 夹击白棋的这颗子 当然希望现在这代定型 便宜中央之后 再来决定 这一代的下法 但是罗细和九段 怎么会甘心 被黑棋先手便宜呢 实战 他马上再次尝出 这也是先手 因为之后一旦黑棋 白棋再跑出这两颗子的话 那么上方这块黑棋也是没有活的 所以黑棋正好补齐 白棋飞又是先手 这个跳下呢 黑棋也受不了 那么这两个先手 对于白棋来讲 心情无疑是非常愉快的 接下来白棋再处理 左下 那当时呢 在汤姆讲解的 于斌九段 董言七段和长号九段呢 都认为这个时候 黑棋搬 就是简明的优势 但罗细和对此 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他实战认为 如果黑棋搬这个的话 白棋就退 黑棋站 白棋跳下 尽管接下来 黑棋在上方逼住 价值巨大 但是 白棋可以靠了之后呢 再次飞出 白棋就摆出了一副 四脚穿心的架势 中央这个地方 黑棋的空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围出来 另外跟各位棋友说一下 崔盘棋呢 出于欣赏的目的 还有思维的一个连贯呢 我们并没有去 参考人工智能的一些招法 感兴趣的棋友呢 可以自己用AI跑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看 实战呢 崔战下九段 显然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加上他的这种 好战的棋风 黑棋选择强行再次搬入 再次与白棋决斗 白棋断 黑棋打 以下是一本道 黑棋挡住 白棋二路拐出 黑棋跳 白棋挡住 接下来白棋打吃 黑棋就强硬的粘住 整体来看呢 这个地方的战斗 显然是黑棋要主动 因为外围的黑棋 还是比较厚实 不过 白棋呢 也有一些机会 因为毕竟黑棋这一带呢 尤其中央的这几颗子 相对的还是薄一些 接下来白棋挡住 黑棋粘住 这个局部是一个锦带钩 里边是万年节 但是外面的白棋没活 白棋也顾不上 接下来白棋靠 黑棋此时呢 局部双一个 是局后高手们研究认为 黑棋最强硬的下法 那么走完这个之后 接下来四路的斑 和左边三路的夹击呢 将形成建合的好点 而中央的黑棋 彻底摆脱了气景的危机之后 这个白棋呢 将是比较南下的一个局面 但实战 随着和九段 没有挡住这个二子虎 二子头的诱惑 直接在四路 白棋强硬的搬下 黑棋在家 白棋靠一下之后呢 就脱先了 这个局部呢 白棋被没有死干净 以后呢 白棋随时留有沾了之后 在此作结的手段 黑棋如果搬 白棋就断 黑棋打吃呢 白棋可以再次虎 然后打完之后呢 再虎的话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结症 因为我们看这块黑棋呢 也没有活 而且气还很紧 那么如果黑棋不是搬这个 跳这个的话 局部也依然是一个结 白棋还是虎了之后再次挖 打的时候呢 白棋再次虎 这样我们看 如果黑棋不想打结 就只有补这个段 那么白棋再打 黑棋再补的话 白棋这一结 左边这三个子没活 局部依然是有结症的 这个余味 所以罗西和九段这盘棋 对于结的一个运用 可谓是出神入化 包括最后的三结循环 以及他进入决赛之后 与李超号的三番棋呢 也是充满了结症 所以这次三星杯 罗西和九段获得了结王的一个称号 确实对于结的这个把握 时机非常非常的老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 留下左边的结症之后 白棋呢 开始先处理下方 那么这不点 又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胜负手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被黑棋这块棋成功的处理好的话 那么白棋依然会遭到黑棋的猛攻 所以白棋以攻为首 黑棋二路班的时候 白棋下得非常果断 先将右下的这块黑棋吃死 看白棋在黑棋在这一带呢 如何攻击 接下来黑棋长 白棋尖 黑棋的下一手棋呢 是本局的败招之一 这个时候黑棋应该单压 这一带不要动手 看白棋如何出牌 如果白棋现在粘住 那么黑棋的这个挡呢 就成为好点 因为以后 一路随时有尖 渡过和作也 见合 这块黑棋死而复生 而如果白棋再补一刀 把这块黑棋杀掉 那么黑棋把断一补呢 这块白棋就不活了 如果白棋现在去吃 黑棋可以从三路打 白棋如果粘住 黑棋搬先手 然后在此一间 封住中央呢 目搜上来看 黑棋也是优势的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下方 那么实战呢 在140手白棋尖的时候 黑棋先在那打了一下 被白棋反打的时候 黑棋再压 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白棋的这部提 变成了好手 接下来黑棋打持破眼 白棋呢 靠一下 这个地方 罗细和九段的观点 就是多一颗子 将来在中央战斗当中 总会有用 黑棋挡住 白棋再长出 之后黑棋提 白棋这部靠 是抓住左边 黑棋这五颗子 弃紧的一个弱点的好手 此时呢 白棋俨然已经吹响了 反攻的号角 接下来黑棋长 白棋这个时候 罗细和九段呢 进行了一番思考 他在这个地方 将自己这种心理战的运用 对于对手心理的拿捏呢 也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 第一杆呢 白棋是想粘住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呢 会把这个长出 把这个气景的问题先解决掉 白棋联络 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就吃 黑棋打 白棋粘住 接下来黑棋粘在二线 是最强硬的应对 白棋打吃 之后扑一下 然后再叫吃 接下来呢 这一带 白棋斑 是豪爽 黑棋冲 白棋就打完之后 我们看这个地方 把这个子气掉之后呢 再回到 左上把那个结补掉 这样呢 罗细和九段的判断是 双方形势比较细微 是白棋可下的之举 但是 他转念一想呢 发现这个地方 有更为巧妙的下法 那么 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粘住 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要把白棋连根救出来 同时 也有引诱黑棋 再次冲的一个意思 黑棋如果冲 白棋挡住 黑棋再提吃 把白棋吃住的时候 这一带由于气景 白棋呢 这个地方一搬 黑棋只好回来补气 因为这个打吃的坚不归 黑棋不得不放 那么黑棋如果走到这补 白棋就粘住 黑棋再搬呢 白棋跳 这样形成转换 和刚才那个图相比 有天壤之别 因为白棋把整个左边吃住之后 那么黑棋的收获 只是吃掉了这七颗子 而中原这带的残子呢 黑棋一手气又抓不住 这样中央被破 左边全成为白棋的天下 黑棋不满意 所以实战 崔招汉九段 当然不会中这个计 而罗细和九段的这个想法 确实很有趣 实战黑棋先长 缓解气景的问题 白棋再粘住 黑棋接下来长 白棋再搬 黑棋断的时候呢 白棋此时的这部题 是罗细和九段 非常后悔的一手气 他局后研究呢 这个地方 白棋的这手铐 是成立的 接下来黑棋如果在此长出 与白棋战斗的话 那么有了这手气之后 白棋呢 就可以从下方破颜 黑棋再提 白棋继续破颜 由于黑棋无法做活呢 局部黑棋只好与白棋对杀 打呢白棋就长 再搬 强行切断白棋的时候 白棋先打是好手 黑棋不能粘 粘把这个吃掉呢 这个白棋 气增加了很多 而且眼味呢 也变得更充足 黑棋反而撞气了 所以 黑棋呢会冲这个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 接下来呢 白棋在这一带 把这个提掉 黑棋团一下 白棋挤住 然后黑棋断呢 白棋弯一下之后 再向中央弯出 这个白棋的气非常长 黑棋不好受 而黑棋的气呢 却很紧 因为以后呢 白棋收着三个黑紫气 黑棋要粘 那这个局部呢 气是非常少的 这样呢 黑棋不行 也就是说 在白棋靠的时候呢 黑棋恐怕只能 马上把这个提掉 在白棋靠的这一瞬间呢 黑棋打一下之后 提掉这个 那如此一来呢 白棋得到了这个挡的先手 黑棋再冲 白棋扑一下之后呢 再次挤住 黑棋粘 白棋打吃 黑棋提掉 接下来白棋一粘 由于下方白棋这个作演是先手 黑棋还需要补活呢 那么这一带呢 黑棋这一带还有联络 这个地方还有眼卫 白棋这一带有联络 同时有眼卫 这样呢 这个白棋就很容易处理了 一旦白棋全部活棋 那么整个黑棋的中央化为乌有呢 白棋一举就获得了盛事 这是罗喜和九段拒后的一个研究成果 但是可惜实战 他没有看到这个 他是先提了这颗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黑棋机敏的先在中央行棋 等到白棋再打吃的时候 黑棋提 白棋再打呢 黑棋把这个提掉了 现在我们看中央这个白棋的眼位呢 和刚才相比就差了很多 实战 白棋冲 黑棋反冲 白棋挤住的时候 黑棋沾 那这个地方呢 当时长号九段认为呢 这个棋白棋应该先扑一下 黑棋提呢 白棋再提这个 这样因为将来打吃都是先手呢 这个白棋很容易处理 但罗喜和九段呢 也考虑过这个图 他担心的是黑棋拼命的下法 而且以催着汗的这种风格 这个下法 下出的可能性极大 这样呢 双方在这个地方再次形成结针 冲呢 黑棋提结 白棋由于没有趁手的结材呢 这个结白棋还需要再去制造结材 那局面将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罗喜和九段呢 也没有敢这样下 那么实战呢 他直接在这一带顶住 黑棋粘 白棋提 黑棋粘住 接下来白棋挖 黑棋吃呢 白棋再次打 至174手 中午封盘 那么中午的时间呢 双方对这盘棋都进行了详细的一个思考和研究 罗喜和九段呢 认为这盘棋应该是输不出去了 他已经看到了这块白棋的一个活路 所以下午蓄意的时候呢 黑棋提掉 局后的研究认为呢 这个时候黑棋粘住要好一些 对于这一代将来的对杀也好 收器也好 这个粘呢 要更好 但是这是结果论 在实战当中 很难我们能够算到 之后这一代发生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继续看 棋呢 是大部分棋手的第一感觉 白棋打吃 黑棋挡住 白棋长 黑棋跳 接下来白棋冲 是中午思考出来的一步好手 黑棋呢 想也没想 马上点发 然后白棋再冲 黑棋挡住 这个时候呢 白棋只需要在此冷静的一段呢 这排棋可能就结束了 因为黑棋接下来如果吃这个 白棋就尝出 那么我们看你这个冲 已经断不开白棋了 白棋打是先手 提到这个就火了 那么如果黑棋提呢 白棋就在此连回 这个段不成立 因为打吃局部是个皆不归 这样白棋一旦逃回去了 那么黑棋这一段的进攻就彻底失败了 但是罗希和九段在这一瞬间呢 出现了错觉 本来他已经思考得很好 这个地方呢 断一下就可以了 但在一瞬间 他突然发现这个地方似乎有棋 而忍不住这种冲动的罗希和九段呢 在这个地方飞快的冲了一下之后 搬在了这个地方 这手却差点成为本局的一个败招 那他的错觉在哪呢 随着哈九段当然 敏锐的抓住机会 马上切断白棋 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断又是强手 白棋粘 黑棋长出 罗希和九段的错觉就是 他以为这手挖 在这个地方已经出棋了 他的计算是这样 黑棋呢如果打吃 白棋呢就把这个粘住 接下来黑棋补棋的时候 白棋在此贴一个呢 是好手 当然这个可以先铺一下 铺一下之后呢 贴在此处是好手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 如果黑棋粘住 白棋一提呢 这个局部就形成结症 你粘这个我一打吃 这是个倒扑 不行 那么你吃别的都来不及 吃别的我就提这个 这个黑棋只好消息 太重了 这个黑棋全死掉了 你消这个我一提呢 局部就活了 他认为这个地方呢 是有棋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挖的时候呢 吹战海九段 直接粘到了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们之前讲 当初黑棋不要提 这个直接粘的一个道理 那么现在黑棋粘住呢 白棋一看这个棋 没办法 只能和黑棋杀气了 因为逃是逃不出去了 接下来白棋冲 黑棋挡住 白棋打吃 黑棋粘 之后粘住收气 黑棋粘 打湿先手 爬回 这样呢 这个局部 黑棋搬 刚好快一气呢 把这个白棋吃住 但是如此一来 由于白棋先手在二路 将黑棋切断 那么再把这个粘住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方的这块棋啊 是没有活的 黑棋先吃 白棋先吃 黑棋打 白棋提掉 然后黑棋再次破坏白棋眼位 白棋顶住 黑棋团住 白棋冲 接下来收气 这个对杀呢 也是刚好差一气 那黑棋吃的时候呢 白棋先挤 黑棋提一白棋一铺 整个这块棋是没有活的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观战室当中的中韩两国的高手 都已经看清了后面的变化 全都惊讶地发现 如果这个地方继续收气走下去 竟然会变成一个三界循环 那我们都知道三界循环呢 是算作无胜负处理 而按照三星杯的规则 如果这盘棋无胜负 那么当晚就要继续加赛一局 而对于年长 崔正汉将近十岁的罗细和九段来讲 从体力上 显然呢 无法跟对手再继续较量 因为这盘棋 前边的下法 罗细和九段也可谓是担惊截律了 所以当时呢 中方的 以邵尾刚九段为 团长的 中方代表团的这些棋手呢 都非常的悲观 那么棋局继续进行 黑棋提 白棋收器 黑棋提 白棋再打 黑棋扑收器 白棋提 然后黑棋一路搬收器 那么接下来 白棋提掉 黑棋提回 之后如果继续收器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结果 白棋挡住 黑棋收器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白棋呢 开始收器 黑棋提 白棋再收器 黑棋提掉 白棋提回 黑棋打吃 局部呢 就真的形成了一个三节循环 接下来白棋如果提结 那么黑棋也提结 白棋再提 黑棋提回来 白棋提呢 这样我们看到 这三个结将无限的循环下去 如果双方各不退让的话 最终就算作无胜负 崔尚像九段呢 显然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据罗喜和九段讲 当时崔尚像九段呢 已经难掩心中的激动 表情也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显然他也知道 崔尚像刚刚二十岁出头 熬一个通宵对他来讲 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作为接近三十岁的 罗喜和九段来讲 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时呢 罗喜和九段 静下心来 开始了常考 之后 我们看回到实战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都认为 马上要进行三阶循环 甚至已经开始布置赛场的时候 白棋经过尝好之后 诡异的在此压了一手 而难掩心情激动的崔尚像九段呢 丝毫没有注意到 这手棋的一个目的 以为白棋在整理心情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就搬了一手 这一手棋走完之后 黑棋万劫不复了 局后研究认为呢 这个时候 黑棋应该尖一个 那么将来这一代 白棋找劫才只有这个挖 那上方这一块的黑棋 比较厚实呢 从木树来看 黑棋还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地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罗喜和经过常考 发现此处 并非只有 三节循环这一个变化 还暗藏了一个景气节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白棋在此先造出劫才之后 开始收气 黑棋还是被蒙在鼓里 继续走 白棋再打 黑棋收气 白棋断 这也是罗喜和狡猾的地方 他这个地方先不把景气的 变化走出来 走出来 恐怕最正汉就发现了 那么他继续 再次制造劫才 而黑棋毫无察觉的 继续跟着硬 白棋再立 黑棋呢 就把白棋吃住 看似这个地方 黑棋损了一把 但是当接下来 白棋再收气 黑棋提 白棋提 黑棋提以为要进行三节循环的时候 白棋提完之后 竟然把这个节给粘住了 这一首棋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明明一个无胜负 竟然变成了景气节 而我们看这个打结的结果呢 黑棋提节 白棋提 黑棋 崔战汉把这个一沾 态度非常明确 万切不应 接下来就要把中央的白棋全部吃光 但这一切 都在罗席盒的计算当中 接下来白棋收气 黑棋提节 白棋这一打吃 是致命的节材 但现在 黑棋已经无法再应 实战 黑棋将白棋全部吃光 视觉冲击力极强 整个 左边半个棋盘的白子 全军覆没 但是 白棋把这个子一提掉之后 我们点幕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竟然是 白棋大优的一个局面 黑棋现在贴幕是非常困难 盘面是白棋烧好 那么接下来呢 双方在此又继续进行了 最后的关子的争夺 不甘心的随着他九段呢 收完了所有的关子啊 白棋这一手气也非常冷静 把左上角的截消掉 黑棋挤 白棋就沾 此时 罗喜和九段已经完全判断清楚了形势 最终呢 双方输完所有的关子之后 罗喜和九段呢 以七目半的优势 大胜催着汉 也顺利的进入了第十届三星杯的决赛 这盘棋前边 双方的战斗呢 非常激烈 中央这一代呢 双方都会有失误 但是在最后关头 在这个三节循环的判断当中 罗喜和的天赋 暴露无意 最终呢 凭借 精准的形式判断 和超乎常人的一个构思呢 最终赢下了这盘棋 这也是人类围棋历史上 有记录的三节循环当中 唯一一盘分出胜负的对局 因此呢 也毫无疑问 成为千古明局 那么这盘棋呢 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企与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罗喜和九段的千古明局 这盘棋呢 是2005年12月16日 第十届三星杯 半决赛三番棋 第三局的较量 由崔正汉九段之黑 对阵罗喜和九段 这排棋也即是大家熟知的 三节循环 分出胜负的明局 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 之黑的崔正汉九段呢 采用了和第二局 完全一样的开局 布下了一个 迷你中国流的阵势 而白棋的下法呢 也与第二局完全相同 那么半决赛的第二局 罗喜和九段是输给了 崔正汉 大龙被图 而用时仅用了73分钟 这也是世界比赛当中的一个 用时比较短的一个记录了 那么赛后 罗喜和九段进行分析的时候 他发现呢 在右下的定时选择当中 他出现了失误 所以这盘棋 他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再次拿到白棋 来验证自己的一个判断 果然 经过猜先之后 幸运的罗喜和九段 拿到了白棋 那么 棋局进行至此呢 第二局的时候 白棋是选择了在33靠的下法 结果在右下这一袋呢 是吃了亏 这一局呢 罗喜和九段做出了调整 他选择了一肩跳的一个下法 对此 黑棋先刺 白棋粘住的时候 黑棋选择了跳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小飞 是更常见的下法 但是 崔正和九段显然担心呢 白棋坚冲的下法 因为迷你中国流呢 上方和右上这一袋呢 是他主要的发展方向 如果被坚冲 黑棋冲 白棋就挡住 黑棋如果冲的话 选择这个定型之后 那么局面呢 罗喜和九段认为 白棋已经慢慢的打开 这样呢 接下来黑棋如果挖 白棋打完之后 厚实的粘住 黑棋再冲的时候 白棋有跳的一个好手 接下来我们看到 你不能够挡在三三 挡在三三 白棋这一长呢 黑棋在这个地方 是拿不住这两个白子的 因为你再冲 白棋可以再长 你再粘住 他一冲下来 这颗子被割下呢 黑棋局部是大损 而如果黑棋挡在腥位 白棋从三三长 黑棋再立的时候 白棋一尖呢 这个脚不是活棋 那这样呢 外围 白棋限制了黑棋的发挥 而脚上呢 把时空也捞到了手 这个结果白棋也是满意的 所以 这个图黑棋不满 那么如果黑棋这个时候用墙 直接在此断的话 白棋准备了靠的手段 之后呢 再次挡下 黑棋搬 白棋就断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定型 接下来白棋滚包一圈 之后呢 再次跳出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粘住 长呢 就双住 由于之前白棋再次靠到一手呢 这个局部 黑棋的跳是跳不出来的 因为白棋冲了之后 再次一穿向眼呢 你冲可以粘住 这样呢 这个局部黑棋不行 如果只能委屈的 在二线爬着做活的话 这个黑棋不满意 所以实战 崔之汉九段呢 选择了先刺 使黑 使白棋变中之后 再次跳起 扩张自己上方和右边的一个下法 白棋自然飞下 封锁黑棋 黑棋二路飞 白棋这个时候呢 很想直接靠住黑棋 强行封锁 但是罗杰二九段担心 黑棋此时顶了之后断 这个局部形成战斗呢 白棋也没有什么把握 所以实战呢 白棋先在外围做准备 先在此飞 这也是命令性 这个地方如果黑棋在下方出头 被白棋再次飞过来的话 那黑棋这个迷你中国流这代的阵势呢 将遭到严重的一个破坏 所以实战 黑棋在此靠 白棋搬 黑棋长 这样白棋在此多了两个子之后呢 就可以在下方靠住了 不过有得必有失 这个地方黑棋呢 也得到了加强 实战 倔强的吹车汉九段 不甘心被封锁 直接搬出进行转换 白棋断 黑棋吃 接下来白棋再吃 黑棋提掉 这样就局部而言 白棋呢 收获了大量的失控 而黑棋呢 获得了先手 接下来黑棋在此断 那么白棋这个地方 简明的下方 在当时呢 在这个 套姆维棋道场 讲解的 常浩九段 于斌九段 和董延七段 三个人呢 认为白棋单退一个 是很简明的下方 因为这个时候 争子白棋有力 黑棋争不掉这颗子 但是 思路与众不同的 罗姆和九段呢 没有这样下 他选择了 再次拐的下方 黑棋搬 白棋再搬住 但崔正汉九段 在这个地方 也向世人展示了他 在这种局部的 接触战当中的 过人之处 黑棋这部段 是局部的好手 抓住了 白棋弃紧的一个弱点 同时呢 最大限度的 利用脚部 被吃掉的这两颗子 现在白棋如果再次打吃 那么黑棋跑一下之后 这个局部将非常复杂 如果白棋吃 那么黑棋打了之后呢 再次尝出 就把脚重新夺了回来 这样呢 显然 白棋不太满意 但如果 这个时候白棋去补齐 被黑棋粘住呢 那么接下来 这个三三的长 和外围打了之后 冲斥白棋 形成剑合 这个白棋呢 也不太好 所以实战 罗西和九段呢 选择了 先打一下之后 再次打吃 这样外围这个蹄花 黑棋当然受不了 所以黑棋先冲 试探白棋用手 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长出 接下来 接下来白棋在脚上补齐 黑棋打吃 这是崔正汉九段 预定的一个手段 这样呢 黑棋通过打三还一的 一个棋子呢 再次利用先手 加强了自己的外围 争到先手之后 黑棋在右上小飞 局面呢 现在仍然是非常接近 白棋失控较多 但黑棋的发展潜力巨大 之后 白棋打入黑棋上方 双方再次爆发激战 黑棋跳出 白棋出头 黑棋违控的时候 白棋震住头 也是必然的一手 接下来黑棋飞三三 白棋这部小肩 是局部常用的一个手法 希望这一代呢 黑棋跟着硬 如果黑棋二路立的话 那这两个交换 白棋已经便宜了 那如果黑棋挤在四处 白棋就沾 这样的交换 我们看到 一旦白棋这块变强 那么对于将来 破坏黑棋的右上呢 也将有更多的一个助力 所以实战 崔之汉九段呢 看清了这两颗子 直接在三三间 先要求在此活棋 白棋再接 黑棋选择了粘住 那么长号九段认为 这个地方呢 白棋应该挡住 黑棋如果断 白棋就粘 接下来飞 白棋冲 之后再次厚实的联络 黑棋四 白棋粘住 黑棋在小间 但罗西俄九段呢 也思考过这个图 他认为这个图呢 白棋右上已经几乎失控化 而黑棋右上已经几乎失控化 而白棋的这个外势呢 不一定能够发挥的出来 所以他实战没有敢选择这样的下法 担心落空 所以实战呢 我们看 白棋的一个下法 白棋再次冲下 黑棋加 白棋再立 白棋继续选择了 捞取失控的一个下法 黑棋坚出反击 白棋后视的把脚吃住 接下来黑棋冲 白棋加 黑棋四的时候呢 于宾九段认为 这个棋白棋的本手应该粘住 粘住呢 继续与黑棋战斗 但是脑回路与众不同的 罗席和九段呢 在这个地方开始反击 他认为如果次被粘住的话 从心情上来讲 已经被黑棋便宜了 所以在此他马上穿向眼 与黑棋战斗 黑棋冲 白棋反冲 黑棋挡住 白棋断 黑棋再冲的时候 白棋打完之后呢 粘住 接下来黑棋再次接 下一手棋呢 白棋是选择了从一路渡过 这是局后呢 罗席和九段比较后悔的一个手棋 他认为此时呢 白棋应该先在三路点 试探黑棋应手 如果黑棋在 四线压住 像实战一样去选择 那么由于多了这个 二路搬过的选择呢 白棋就不一定需要马上渡过了 因为这个渡过 毕竟从幕术上来看 近乎于一个单关 价值不是特别大 那如果黑棋再次团住 白棋再渡过呢 这一代由于黑棋的棋型并不好 棋很紧 那将来呢 白棋还有骚扰的手段 所以实战呢 白棋先渡过 黑棋在中央补棋 当白棋再点的时候 由于这块棋已经是活棋 这个搬的价值变小了 黑棋就挡在四线为中央了 接下来白棋跳 黑棋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图 加后中央 白棋再靠黑棋搬 白棋虎 那长号九段 此时在讲解的时候认为呢 各位积极的下法 黑棋应该在此叫吃 破坏白棋眼位 但罗希和九段呢 有不同意见 他认为如果叫吃的话 他准备在此反打 黑棋如果提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那这个打入呢 是先手 由于二路是有脱过的 黑棋二路立足度的时候 白棋这一拆呢 由于上方这一带随时留有 二路般的大关子 这一带黑棋的空没有完全围住 而黑棋又没有把握杀掉这块白棋 这个白棋的棋型呢 还是比较清零 比较灵活 所以这样的下法 黑棋也有风险 实战 崔张汉九段呢 也没有改这样下 他呢 还是继续以中央为重 当然此时黑棋 已经有了一定的优势意识 黑棋先退 白棋再搬 黑棋吃的时候 白棋坐结 接下来黑棋提结 白棋中央的这个点呢 是结材 因为下一手去 如果白棋跳回 这块黑棋是没有活棋的 黑棋补住 白棋提 黑棋搬 白棋挡住 这个搬也是黑棋很趁手的一枚节菜 因为将来还留有二二路虎做结的手段 黑棋提结 白棋二路拖 黑棋强硬的搬住 白棋提 此时呢 崔战汉九段选择了 弃掉这个结 他直接在下方拆 连走两手呢 既扩张了下方的实地 同时又进攻行为的这颗子 还是一副优势的一个意识 但是崔战汉走这个的时候 罗细和九段认为呢 这个棋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 那么接下来呢 白棋一百手炕 是当初在这代打入的时候 黑棋压呢 白棋预定的一个手段 试探黑棋的硬手 黑棋拐住 白棋先挖 黑棋退 然后白棋再见 黑棋压 白棋就长 走到这个地方呢 一百零八手 当白棋取得联络的时候 罗细和九段以为呢 黑棋一定会搬住 但没想到 崔战汉九段就脱先了 他先在左下呢 双飞燕 夹击白棋的这颗子 当然希望现在这代定型 便宜中央之后 再来决定 这一代的下方 但是罗细和九段 怎么会甘心 被黑棋先手便宜呢 实在 他马上再次尝出 这也是先手 因为之后一旦黑棋 白棋再跑出这两颗子的话 那么上方这块黑棋 也是没有活的 所以黑棋只好补齐 白棋飞又是先手 这个跳下呢 黑棋也受不了 那么这两个先手 对于白棋来讲 心情无疑是非常愉快的 接下来 白棋再处理 左下 那当时呢 在 汤姆讲解的 于斌九段 董言七段和长浩九段呢 都认为这个时候 黑棋搬 就是简明的优势 但罗细和对此 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他实在认为 如果黑棋搬这个的话 白棋就退 黑棋沾 白棋跳下 尽管接下来 黑棋在上方逼住 价值巨大 但是白棋可以靠了之后呢 再次飞出 白棋就摆出了一副 四脚穿新的架势 那中央这个地方 黑棋的空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围出来 另外跟各位棋友说一下 这盘棋呢 出于欣赏的目的 还有思维的一个连贯呢 我们并没有去 参考人工智能的一些招法 感兴趣的棋友呢 可以自己用AI跑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实战呢 吹战和九段 显然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加上他的这种 好战的棋风 黑棋选择强行再次搬入 再次与白棋决斗 白棋断 黑棋打 以下是一本道 黑棋挡住 白棋二路拐出 黑棋跳 白棋挡住 接下来白棋打吃 黑棋就强硬的粘住 整体来看呢 这个地方的战斗 显然是黑棋要主动 因为外围的黑棋 还是比较厚实 不过 白棋呢 也有一些机会 因为毕竟黑棋这一带呢 尤其中央的这几颗子 相对的还是薄一些 接下来白棋挡住 黑棋 粘住 这个局部是一个紧带钩 里边是万年节 但是外面的白棋没活 白棋也顾不上 接下来白棋靠 黑棋此时呢 局部双一个 是局后高手们研究认为 黑棋最强硬的下法 那么走完这个之后 接下来四路的搬 和左边三路的夹击呢 将形成建合的好点 而中央的黑棋 彻底摆脱了气景的危机之后 这个白棋呢 将是比较南下的一个局面 但实战 随着和九段 没有挡住这个二子虎 二子头的诱惑 直接在四路 白棋强硬的搬下 黑棋在家 白棋靠一下之后呢 就脱先了 这个局部呢 白棋被没有死干净 以后呢 白棋随时留有沾了之后 在此做结的手段 黑棋如果搬 白棋就断 黑棋打吃呢 白棋可以在四虎 然后打完之后呢 再次再虎的话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结症 因为我们看 这块黑棋呢 也没有活 而且气还很紧 那么如果黑棋 不是搬这个 跳这个的话 局部也依然是一个结 白棋还是虎了之后 再次挖 打的时候呢 白棋再次虎 这样我们看 如果黑棋不想打结 就只有补这个段 那么白棋再打 黑棋再补的话 白棋这一接 左边这三个子没活 局部依然是有结症的 这个余味 所以罗西河九段 这盘棋 对于结的一个运用 可谓是出神入化 包括最后的三接循环 以及 他进入决赛之后 与李超浩的三番棋呢 也是充满了结症 所以这次三星杯 罗西河九段 获得了结王的一个称号 确实对于结的这个把握 时机 非常非常的老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 留下左边的结症之后 白棋呢 开始先处理 下方 那么这不点 又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胜负手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被黑棋这块棋 成功的 处理好的话 那么白棋依然会遭到 黑棋的猛攻 所以白棋以攻为首 黑棋二路班的时候 白棋下得非常果断 先将 又下的这块黑棋吃死 看白棋在 黑棋在这一带呢 如何攻击 接下来 黑棋长 白棋尖 黑棋的下一手棋呢 是本局的败招之一 这个时候 黑棋应该单压 这一带不要动手 看白棋 如何出牌 如果白棋现在粘住 那么黑棋的这个挡呢 就成为好点 因为以后 一路随时有尖 渡过和作业 见合 这块黑棋死而复生 而如果白棋再补一刀 把这块黑棋杀掉 那么黑棋把断一补呢 这块白棋就不活了 如果白棋现在去吃 黑棋可以从三路打 白棋如果粘住 黑棋搬先手 然后在此一间 封住中央呢 目术上来看 黑棋也是优势的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下方 那么实战呢 在140手白棋尖的时候 黑棋先在那打了一下 被白棋反打的时候 黑棋再压 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 白棋的这部提 变成了好手 接下来黑棋打持破眼 白棋呢 靠一下 这个地方 罗细和九段的观点 就是多一颗子 将来在中央战斗当中 总会有用 黑棋挡住 白棋再长出 之后 黑棋提 白棋这部靠 是抓住 左边 黑棋这五颗子 弃紧的一个弱点的好手 此时呢 白棋俨然已经吹响了 反攻的号角 接下来黑棋长 白棋这个时候 罗细和九段呢 进行了一番思考 他在这个地方 将自己这种 吸力战的运用 对于对手吸力的拿捏呢 也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 第一杆呢 白棋是想粘住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呢 会把这个长出 把这个气景的问题 先解决掉 白棋联络 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就吃 黑棋打 白棋粘住 接下来 黑棋粘在二线 是最强硬的应对 白棋打吃 之后扑一下 然后再叫吃 接下来呢 这一带 白棋斑 是豪爽 黑棋冲 白棋就打完之后 我们看这个地方 把这个子气掉之后呢 再回到 左上把 那个结补掉 这样呢 罗细和九段的判断是 双方形式比较细微 是白棋可下的这句 但是 他转念一想呢 发现这个地方 有更为巧妙的下法 那么 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粘住 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要把白棋连根救出来 同时 也有引诱黑棋 再次冲的一个意思 黑棋如果冲 白棋挡住 黑棋再提吃 把白棋吃住的时候 这一代由于气劲 白棋呢 这个地方一搬 黑棋只好回来补气 因为这个打吃的坚不归 黑棋不得不放 那么黑棋如果走到这补 白棋就粘住 黑棋再搬呢 白棋跳 这样形成转换 和刚才那个图相比 有天壤之别 因为白棋把整个左边吃住之后 那么黑棋的收获 只是吃掉了 这七颗子 而中原这代的残子呢 黑棋一手棋又抓不住 这样中央被破 左边全成为白棋的天下 黑棋不满意 所以实战 崔战汉九段 当然不会中这个技 而罗细和九段的这个想法 确实很有趣 实战黑棋先长 缓解气景的问题 白棋再粘住 黑棋接下来长 白棋再搬 黑棋断的时候呢 白棋此时的这部题 是罗细和九段 非常后悔的一手棋 他局后研究呢 这个地方 白棋的这手铐 是成立的 接下来 黑棋如果在此长出 与白棋战斗的话 那么有了这手棋之后 白棋呢 就可以从下方破颜 黑棋再提 白棋继续破颜 由于黑棋无法做活呢 局部黑棋只好与白棋对杀 打呢 白棋就长 再搬 强行切断白棋的时候 白棋先打是好手 黑棋不能粘 只要把这个吃掉呢 这个白棋 气增加了很多 而且眼位呢 也变得更充足 黑棋反而撞气了 所以 黑棋呢 会冲这个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接下来呢 白棋在这一带 把这个提掉 黑棋团一下 白棋挤住 然后黑棋断呢 白棋弯一下之后 再向中央弯出 这个白棋的气非常长 黑棋不好收 而黑棋的气呢 却很紧 因为以后呢 白棋收着三个黑子的气 黑棋要粘 那这个局部呢 气是非常少的 这样呢 黑棋不行 也就是说 在白棋靠的时候呢 黑棋恐怕只能 马上把这个提掉 在白棋靠的这一瞬间呢 黑棋打一下之后 提掉这个 那如此一来呢 白棋得到了 这个挡的先手 黑棋再冲 白棋扑一下之后呢 再次挤住 黑棋粘 白棋打吃 黑棋提掉 接下来白棋一粘 由于下方 白棋这个作演是先手 黑棋还需要补活呢 那么这一代呢 黑棋这一代还有联络 这个地方还有眼位 白棋这一代 有联络 同时有眼位 这样呢 这个白棋就很容易处理了 一旦白棋全部活棋 那么整个黑棋的中央 化为乌有呢 白棋一举就获得了盛事 这是罗喜和九段 居后的一个研究成果 但是可惜实战 他没有看到这个 他是先提了这颗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黑棋机敏的 现在中央行棋 等到白棋再打吃的时候 黑棋提 白棋再打呢 黑棋把这个提掉了 现在我们看中央这个白棋的眼位呢 和刚才相比就差了很多 实战 白棋冲 黑棋反冲 白棋挤住的时候 黑棋沾 那这个地方呢 当时长号九段认为呢 这个棋白棋应该先扑一下 黑棋提呢 白棋再提这个 这样由于将来打吃都是先手呢 这个白棋很容易处理 但罗喜和九段呢 也考虑过这个图 他担心的是黑棋拼命的下法 而且以吹着汗的这种风格 这个下法下出的可能性极大 这样的双方在这个地方再次形成结针 冲呢 黑棋提结 白棋由于没有趁手的结材呢 这个结白棋还需要再去制造结材 那局面将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罗喜和九段呢 也没有敢这样下 那么实战呢 他直接在这一带顶住 黑棋粘 白棋提 黑棋粘住 接下来白棋挖 黑棋吃呢 白棋再次打 至174首 中午封盘 那么中午的时间呢 双方对这盘棋都进行了 详细的一个思考和研究 罗喜和九段呢 认为 这盘棋应该是输不出去了 他已经看到了这块白棋的一个活路 所以下午蓄意的时候呢 黑棋提掉 局后的研究认为呢 这个时候黑棋粘住要好一些 对于这一代将来的对杀也好 收器也好 这个粘呢 要更好 但是这是结果论 在实战当中 很难我们能够算到 之后这一代发生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继续看 题呢 是大部分棋手的第一感觉 白棋打吃 黑棋挡住 白棋长 黑棋跳 接下来白棋冲 是中午思考出来的一部好手 黑棋呢 想也没想 马上点发 然后白棋再冲 黑棋挡住 这个时候呢 白棋只需要在此冷静的一段呢 这排棋可能就结束了 因为黑棋接下来如果吃这个 白棋就尝出 那么我们看你这个冲 已经断不开白棋了 白棋打是先手 提到这个就火了 那么如果黑棋提呢 白棋就在此连回 这个断不成立 因为打吃局部是个坚不归 这样白棋一旦逃回去了 那么黑棋这一段的进攻 就彻底失败了 但是罗细和九段 在这一瞬间呢 出现了错觉 本来他已经思考的很好 这个地方呢 断一下就可以了 但在一瞬间 他突然发现 这个地方似乎有棋 而忍不住这种冲动的 罗细和九段呢 在这个地方 飞快的冲了一下之后 搬在了这个地方 这手去差点成为 本局的一个败招 那他的错觉在哪呢 虽然和九段 当然敏锐的抓住机会 马上切断白棋 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断又是抢手 白棋粘 黑棋长出 罗细和九段的错觉 就是他以为这手挖 在这个地方已经出棋了 他的计算是这样 黑棋呢 如果打吃 白棋呢 就把这个粘住 接下来黑棋补棋的时候 白棋在此 贴一个呢 是好手 当然这个可以先铺一下 铺一下之后呢 贴在此处是好手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 如果黑棋粘住 白棋一提呢 这个局部就形成结症 你粘这个 我一打吃 这是个倒扑 不行 那么你吃别的都来不及 吃别的我就提这个 这个黑棋只好消息 太重了 这个黑棋全死掉了 你消这个我一提呢 局部就活了 他认为这个地方呢 是有棋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挖的时候呢 吹战海九段 直接粘到了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们之前讲 当初黑棋不要提 这个直接粘的一个道理 那么现在黑棋粘住呢 白棋一看这个棋 没办法 只能和黑棋杀气了 因为逃是逃不出去了 接下来白棋冲 黑棋挡住 白棋打吃 黑棋粘 之后粘住收气 黑棋粘 打湿先手 爬回 这样呢 这个局部 黑棋搬 刚好快一气呢 把这个白棋吃住 但是如此一来 由于白棋先手 在二路将黑棋切断 那么在把这个粘住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方的这块棋啊 是没有活的 黑棋先吃 白棋先吃 黑棋打 白棋提掉 然后黑棋再次破坏白棋眼位 白棋顶住 黑棋团住 白棋冲 接下来收气 这个对杀呢 也是刚好差一气 那黑棋吃的时候呢 白棋先挤 黑棋提 白棋一扑 整个这块棋是没有活的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观战室当中的中韩两国的高手 都已经看清了后面的变化 全都惊讶地发现 如果这个地方继续收气走下去 这样会变成一个三界循环 那我们都知道三界循环呢 是算作无胜负处理 而按照三星杯的规则 如果这盘棋无胜负 那么当晚就要继续加赛一局 而对于年长 崔战汉将近十岁的罗细和九端来讲 从体力上显然呢 无法跟对手再继续较量 因为这盘棋 前边的下法 罗细和九端也可谓是单惊结虑了 所以当时呢 中方的以邵尾刚九段为团长的 中方代表团的这些棋手呢 都非常的悲观 那么棋局继续进行 黑棋提 白棋收气 黑棋提 白棋再打 黑棋扑收气 白棋提 然后黑棋一路搬收气 那么接下来 白棋提掉 黑棋提回 之后如果继续收气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结果 白棋挡住 黑棋收气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白棋呢开始收气 黑棋提 白棋再收气 黑棋提掉 白棋提回 黑棋打吃 局部呢 就真的形成了一个三节循环 接下来白棋如果提结 那么黑棋也提结 白棋再提 黑棋提回来 白棋提呢 这样我们看到 这三个结将无限的循环下去 如果双方各不退让的话 最终就算作无胜负 崔正汉九段呢 显然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据罗启和九段讲 当时崔正汉九段呢 已经难掩心中的激怒 表情也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显然他也知道 崔正汉刚刚二十岁出头 熬一个通宵对他来讲 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作为接近三十岁的 罗启和九段来讲 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时呢 罗启和九段静下心来 开始了尝好 之后我们看回到实战 在这个地方呢 让大家都认为 马上要进行三节循环 甚至已经开始布置赛场的时候 白棋经过尝好之后 诡异的再次压了一手 而难掩心情激动的崔正汉九段呢 丝毫没有注意到 这手棋的一个目的 以为白棋在整理心情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就搬了一手 这一手棋走完之后 黑棋万劫不复了 局后研究认为呢 这个时候黑棋应该尖一个 那么将来这一代 白棋找尖才只有这个挖 那上方这一块的黑棋比较厚实呢 从木树来看 黑棋还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罗喜和经过尝好 发现此处并非只有三节循环 这一个变化 还暗藏了一个锦气节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白棋在此先造出劫材之后 开始收气 黑棋还是被蒙在鼓里 继续走 白棋在打 黑棋收气 白棋断 这也是罗喜和狡猾的地方 他这个地方先不把锦气节的变化走出来 走出来 恐怕翠着汉就发现了 那么他继续再次制造劫材 而黑棋毫无察觉的继续跟着硬 白棋再立 黑棋呢就把白棋吃住 看似这个地方黑棋损了一把 但是当接下来 白棋再收气 黑棋提 白棋提 黑棋提以为要进行三节循环的时候 白棋提完之后 竟然把这个节给粘住了 这首棋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明明一个无胜负 竟然变成了锦气节 而我们看这个打结的结果呢 黑棋提节 白棋提 黑棋 翠着汉把这个一粘 态度非常明确 万劫不应 接下来就要把中央的白棋全部吃光 但这一切都在罗喜和的计算当中 接下来白棋收气 黑棋提节 白棋这一打吃 是致命的剑材 但现在 黑棋已经无法再硬 实战 黑棋将白棋全部吃光 视觉冲击力极强 整个 左边半个棋盘的白子 全军覆没 但是 白棋把这个子一提掉之后 我们点幕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竟然是 白棋大优的一个局面 黑棋现在贴幕是非常困难 盘面是白棋稍好 那么接下来呢 双方在此又继续进行了 最后的关子的争夺 不甘心的翠正汉九段呢 收完了所有的关子啊 白棋这一手气也非常冷静 把左上角的截消掉 黑棋挤 白棋就沾 此时 罗继和九段已经完全判断清楚了形势 最终呢 双方收完所有的关子之后 罗继和九段呢 以气幕半的优势 大胜翠正汉 也顺利的进入了第十届三星杯的决赛 这盘棋前边 双方的战斗呢 非常激烈 中央这一代呢 双方都会有失误 但是在最后关头 在这个三节循环的判断当中 罗继和的天赋 暴露无意 最终呢 凭借 精准的形式判断 和超乎常人的一个构思呢 最终赢下了这盘棋 这也是人类为其历史上 有记录的三节循环当中 唯一一盘分出胜负的对局 因此呢 也毫无疑问 成为千古名句 那么这盘棋呢 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的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柯杰与朴顶环 这对绝代双交 之间的第23次对决 这盘棋是2019年10月13日 第四届 孟百合杯16强战的一局较量 本届孟百合杯16强战 柯杰与朴顶环狭路相逢 不仅是第二届 第三届孟百合杯冠军的激情对决 更是双方 11胜11负之后的 第23场超级天王山之一 对于两位中韩霸主来说 一局棋 迁徙着中韩棋界 敏感的胜负神经 接下来我们进入七局 经过拆迁 朴顶环直黑先行 双方尽管前22局战成11比11平 但是从结果统计来看 直白的一方 赢了17局 而直黑的一方只赢了5局 前15局的较量呢 直白的一方更是赢了14局 因此 这盘棋 柯杰显然从心理上 要更为有利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双方在左下 形成了点33的一个常见的定势 得到先手的黑棋 马上在右上挂 对此白棋小飞手脚 黑棋 接下来再爽 这个下法相对少见 但赛前 朴顶环一定是做了精心的研究 这手棋的目的 一个是守住自己的右下 同时呢 也有防住 白棋在右上点33的一个意图 因为这样黑棋挡住呢 有了这颗子的配合 黑棋右边一带潜力广大 而上方这一带 之前由于黑棋挂过一手 白棋呢 相对的 成功的可能性较小 所以 科捷实战当中 也随机应变 他选择了 在上方挂的下法 黑棋 又是一个小飞手脚 白棋肩顶 黑棋也肩 白棋长出 期待着黑棋能够长 然后白棋抢占左右同行 中央的要点 这样呢 黑棋 从心情上是无法接受的 那么 如果黑棋现在直接来加 又担心 被白棋唬住的下法 左上这一带呢 黑棋也是 损失惨重 所以实战当中 皮静环选择了 先在二路班 白棋挡住 黑棋再打 白棋粘呢 黑棋再加过来的一个下法 白棋下一手棋逃出 黑棋则在边上守住 双方布局 下得飞快 既是两大胜负时之间的一种 契合与自信 同时 也凸显了对于后半盘的一个 重视 接下来 白棋下出了比较古老的 二五清分的下法 黑棋靠住 白棋挖了进去 黑棋打吃 白棋长 各位棋友想必对这个定势 都非常熟悉 接下来呢 黑棋爬进去 白棋断打 再打吃 然后 从二路爬出 是行棋步调 此时 黑棋必须要长进去 吃住脚上的三颗白棋 白棋打吃 黑棋长 接下来呢 白棋面临选择 那柯杰在这个地方选择这个下法 显然也是有精深的研究 按照以前的定势 白棋在此跳架 黑棋冲 白棋扳住 黑棋冲一下 给白棋留下断之后 回来提吃 接下来 白棋如果补断 黑棋打吃 白棋粘住 黑棋长呢 这个结果 对于白棋来讲不满意 因为下方这一袋 白棋还需要补一手 而上方 这两块白棋 一手即无法联络 周围黑棋很厚 一旦被黑棋缠绕进攻 那么白棋呢 也较难应付 但柯杰 下得非常的有趣 面对 黑棋的这部打吃 白棋选择了再次尖 比较平淡的一个下法 黑棋自然不肯被白棋滚包 而白棋接下来呢 顺势再在边上拆 这样 白棋在下方一袋呢 承控潜力 大增 而黑棋 则针锋相对 马上 在右边唯控 这手棋也是眼见的好点 人工智能建议 黑棋这个时候 可以下得更强硬一些 直接尖冲再次出 白棋如果冲 黑棋搬住 白棋断了 黑棋就退 这样呢 也是 一个局面 那么实战当中 黑棋 是选择了非这个 那么我们先看 现在似乎形成了 黑棋右边 和白棋下边 对围之势 但是从双方 此前的交手记录来看 这种局面 考验的并不是 其所对为的能力 而是对着破空的能力 接下来 白棋在上方 潇洒的大飞 处理三颗子 而黑棋 则冷静的拆一 抢占根据第一要点 同时盯着 中央白棋联络上的缺陷 一动一静 两大高手在这个地方下的 也非常有趣 接下来 白棋刺 黑棋贴起反击 以下双方几乎是招招决议 白棋压 黑棋粘住 白棋在场 黑棋跳出 白棋扳 黑棋挖 白棋就冷静的退 然后 黑棋在上方不断 同时确保上方的眼位 而白棋则选择了 打了之后 在此大飞兼冲的一个下法 这首棋也极具 视觉冲击力 那么人工智能建议呢 此时 白棋可以考虑 在这一代呢 留下一些味道 加两下 打吃完之后呢 回到中央补棋的方法 这样呢 黑棋空中 将来呢 还有一些活棋的可能 而白棋中央呢 潜力增加 那么实战 柯杰的下法呢 显然 更为的追求效率 他不仅要在这一代呢 封锁黑棋 还要尽可能的压制住 黑棋右边的一个阵势 黑棋 先刺 白棋冲 反击 黑棋挡住呢 白棋再尖 下一手机 黑棋粘 白棋 再次联络 然后 黑棋开始刺反击 白棋粘住 黑棋再回贴 接下来 白棋跳 是柯杰当初 尖冲的 后续手段 但从胜率上来看 人工智能 似乎对于 白棋的这部尖冲呢 并不买账 此时 黑棋的胜率 已经 反超了白棋 那么接下来 朴槿环如何应对 白棋的这首跳呢 他下出了让所有人 大吃一惊的手段 黑棋 先再次点 白棋挡住 黑棋再长 白棋再沾 这种理和外的交换 一般来讲都是损的 尽管从理论构思上看 和刚才决议推荐科捷 在此加两下之后 二路打 留下借用 然后在中央行棋的 构思类似 但是脚上的黑棋变后 对白棋威胁不大 但是下方白棋变后 对于中央的战斗 则影响颇深 那么朴槿环在这个地方 走完之后 接下来呢 他并没有马上 再次出动活棋 而是再回到中央外 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然后白棋冲 这手棋是试探硬手 同时也是白棋的决心 此时黑棋如果挡住 白棋呢 有在脚上搬了之后 二路虎的下方 本身官资又便宜 而且虎完之后 上方的黑棋呢 还需要补齐 脚上以后 还有二路加的手段 这样呢 黑棋不太满意 那么实战 朴槿环在此退 看似必然的一个进程 但是这一手冲 差一点给柯杰带来杀身之祸 这是后话 我们继续往下欣赏 得到先手 白棋也开始 针锋相对的 进行反制 在此点刺 当然黑棋不可能去提 那么白棋的期待 是黑棋在此压 如此 白棋在中央不断 黑棋再封锁 围住右边 拒空的时候 白棋呢 则回到左边 对于这四颗子 发动进攻 如果黑棋长出 白棋顺势呢 将中央围住 这个白棋中央一带 乃至上方这个地方呢 潜力广阔 这样 是白棋的理想图 但朴顶环自然不可能上当 面对白棋的挑衅 黑棋 毫不退让 马上断了上去 白棋 针锋相对的粘出 黑棋压 白棋再长 黑棋 补住 脚上白棋的借用 白棋则顺势拐出 黑棋再弯 白棋打吃 黑棋长出呢 白棋粘住 这个时候 局后复盘 朴顶环对于下方这两手棋 也表现出了后悔之意 因为很明显 白棋加强呢 对于中央 战斗的这个支援力量 是非常大的 但黑棋此时 已无路可退 下一手棋 黑棋强硬冲出 白棋顺势出头 黑棋打吃呢 白棋再次飞 补住断点的同时 瞄着以后粘出 这两颗白子的反击手段 而朴顶环似乎为了弥补 下方的这一袋的这个损失 下一手棋呢 他直接在下方动手 准备就此活棋 这是决先 白棋尖住 防止脚上两颗黑子逃出 黑棋呢 再尖又是先手 白棋粘住 那么这个局部我们看到呢 黑棋如果跳一手 暂时白棋是无法杀掉黑棋的 白棋如果刺 黑棋就粘住 接下来白棋一路斑 缩小掩位 黑棋这个时候做活的要点 是在一路户 白棋破眼呢 黑棋再团住 威胁这个段 白棋补在中央 紧住黑棋气 防止黑棋断 黑棋再挡住 白棋尖呢 黑棋长 由于以后这个团是先手 这个局部呢 已经形成双活 这样呢 黑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那么局后 询问柯杰 如果这个地方 黑棋跳 怎么办呢 白棋柯杰给出的答复是 刺完之后 他准备直接粘出三颗子 这样的左边的四颗黑子 没有活干净 中央三颗黑棋呢 也被进攻 如果白棋在进攻当中 将中央加后 黑棋的这个团 不再是先手呢 那么 就有强杀下方的可能 这样黑棋三块不活 柯杰认为呢 自己还是主动的 那么我们看实战 实战篇顶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选择了另外一种下方 再次长 而白棋 下一手棋也非常有趣 就局部而言 白棋最强的手段是点在此处 强行破眼 黑棋如果长出 白棋再走 黑棋压呢 白棋把这个吃住 这样呢 黑棋跳出 这个结果呢 黑棋不活 但是白棋也有他的顾虑 因为白棋自身呢 这块棋也没有完全活干净 所以柯杰对这个图呢 并不满意 没有把握 那么实战当中 他选择了家 白棋这手棋的意图 是期待黑棋能够在此肩 做活 这样白棋长出 黑棋一弯 由于这两个团都是先手呢 局部 黑棋已经活棋 但这个活实在是太委屈 之前点的这手棋呢 已经先损 而且白棋还得到了先手 这种跪地求饶的下法 与认输无异 因此朴顶环也不可能如此选择 实战当中 黑棋 再一次反击 两大高手下的是非常精彩 黑棋在此靠 意图是要先手 补助中央的这个缺陷 而柯杰则针锋相对 在下方补齐 一招齐把下方的黑棋呢 吃干净 此时的胜率 依然非常胶着 白棋稍微领先 接下来 黑棋愤怒的长出 对上方的白棋 发动了整体进攻 白棋不断 黑棋再考 手段异常严厉 现在 白棋不能再贪恋上方三克子 如果白棋沾 被黑棋一退 那整个中央 攻守和后保都发生了逆转 上方白棋这条大龙太重 这个图呢 异常的危险 但柯杰下的也非常的巧妙 他再次搬反击 黑棋充斥上方三克子 白棋呢 冲 黑棋断 白棋肩出 黑棋肩 双方在中央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但是当白棋下一手棋不断的时候 朴婷怀下出了本局的败招 这个时候黑棋选择了 长的一个下法 这是明显的一波问题 这手棋走完 黑棋的胜率已经降到了36% 那么问题在哪呢 此时 黑棋应该在中央压 这才是主战场 白棋如果冲 黑棋顺势冲出 白棋再走 黑棋跳 小景怀实战担心 白棋这个打 但实际上白棋打 黑棋粘住 这个白棋弄巧成拙 反而限制了 上方三克白子的活力 这个结果呢 黑棋还是满意的 那么实战当中 黑棋 再次挺头 想要吃住上方三克白棋 但没想到 下一手棋 被白棋再次一搬呢 这个黑棋 中央气紧的毛病 暴露无遗 此处 黑棋显然不希望让白棋 先手滚包封锁 但自身又太薄 无奈呢 朴顶环实战 设计了一出苦肉计 他打吃 然后顺势在中央 冲破白棋的封锁线 但是白棋能够提掉 上方两颗子 这条大龙的压力呢 顿时减轻不少 这个结果呢 白棋成功 接下来黑棋断 白棋稳健的联络 黑棋再回到右边飞 围住聚控 想要包扎一下伤口 继续和柯杰战斗 但是柯杰 此时下的异常的强硬 面对黑棋这手棋 白棋下一手棋呢 直接跳 出动这三克子 再一次撕开了 黑棋这部长问题手的伤疤 那么人工智能建议呢 此时其实白棋打了之后 在边上逼住 黑棋震了白棋顺势飞 简明的唯控收束 已经是白棋打优的局面 但是柯杰这手棋呢 展现了其胜服势的气质 当然这手棋也有风险 此时黑棋粘住 白棋长出 朴顶环呢 陷入了长好 这个局面下 黑棋其实有严厉手段 此时黑棋飞 白棋的胜率反而降到了50%以下 那么两大高手在这个地方 计算的是什么呢 局后复盘 柯杰也 说出了他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想法 现在呢 黑棋飞 柯杰实战是准备 在此跨 引诱黑棋来冲 这样白棋顺势冲出 黑棋如果再组度 白棋一断 这个黑棋已经不能再挡住了 再挡住呢 白棋一断 这三颗七星被吃 这个白棋呢 大获成功 但是 朴槿环呢 自然也不会去这样帮助 白棋行棋 他会冲这个 白棋再粘回来 接下来黑棋冲 白棋再压出 黑棋以下封锁白棋大龙 白棋先断 黑棋不断呢 柯杰准备了 二路班的这样一个手段 但实际上拘后研究 这手棋并不成立 柯杰当时的计算呢 以为黑棋会挡住 然后白棋再虎 威胁上方黑棋眼位 黑棋挡住呢 白棋打是先手 团是先手 黑棋再破眼呢 白棋一团 这个局部黑棋已经不敢再破眼了 因为上方 白棋这部二路跳 由于紧住了黑棋的气呢 已经变得非常严厉 这样一旦白棋做活 中央的白棋也顺利逃出 那这个结果呢 是白棋大获成功 但是 这个地方呢 其实另有变化 这就跟之前白棋的这部冲 有关系 白棋搬这个的时候 黑棋有肩的下方 现在白棋打吃 黑棋粘住 本来如果不做这个冲和黑棋长的交换呢 白棋一粘 由于脚步 黑棋 留有断点 如果黑棋打吃 白棋就粘住 这个断呢 黑棋必须要补 那么上方呢 白棋就有一只眼了 这样呢 白棋是活棋 但现在白棋做了这个交换 上方被黑棋一打 已经做不出眼来 这样白棋大龙死掉呢 当然不行 因此呢 人工智能建议 如果走成这个图 白棋只有肩这个 黑棋立下 以下双方形成对杀 但这个对杀呢 黑棋的胜率要更高一些 接近60% 这样局面就再度变得混乱起来 但可惜 由于这个地方 柯杰的这个出动 可能给朴槿环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 黑棋粘住 白棋长呢 黑棋长考之后 并没有去封锁白棋 而是选择了退让 粘住的一个下方 也可能是对于上方的对杀呢 并没有把握 那如此 白棋终于是躲过了这个危机 再次贴出 黑棋弯出 白棋顺势出头 接下来黑棋再出头的时候 白棋跳连落 黑棋抢占左边大厂 继续抢控 而白棋呢 则在一路打吃 一边收官 一边威胁上方 黑棋掩位 黑棋团住 白棋尝出这颗子 这颗子一尝出 白棋在中央这一带的潜力大增 黑棋再走呢 白棋强硬扳住 接下来 朴顶环进行了最后的一个拼搏 打吃之后 粘住 白棋再尝 黑棋先打 然后再次冲 白棋打呢 黑棋就提掉 接下来白棋不断的时候 黑棋直接断了上去 显然依然盯着 白棋这条大龙 同时呢 要尽可能的 限制住下方 白棋的一个潜力 而柯杰的下法 也非常的老道 下一手棋呢 他先挡住 封住黑棋大龙 同时呢 确保自身的联络 此时的用时 柯杰还有七分钟 而朴顶环呢 还有二十三分钟 但盘上 风声鹤唳 此时朴顶环领先的 恐怕也就只剩下时间了 接下来 黑棋置上方大龙羽不顾 强行在中央提示两颗子 这样黑棋中央 潜力增加 目数有收获 但上方白 黑棋呢 将面临白棋的搜刮 下一手棋 白棋粘先手 黑棋肩 白棋挡住 黑棋再粘 黑棋也在此做活 同时 用最强的应对呢 撑住目数 而白棋下一手棋呢 是柯杰 稍微过分的一手 此时 由于时间紧张 柯杰对于形势的判断呢 认为比较胶着 双方呢 非常的细微 但实际上 白棋此时只要简明的在此跳 护住中央断点 同时 老总目数呢 胜率已经超过了90% 那么白棋的 这手飞呢 又给了黑棋一丝希望 朴挺环 在此押出 接下来 朴挺环频频尝考 点燃他也意识到 这有可能是自己最后的机会 接下来黑棋搬 给白棋挖下了一个小陷阱 首先白棋不能断 断黑棋的刺变成先手 这个中央的断就成立了 那么如果黑棋不搬这一手 直接断行不行呢 这个时候白棋有跳夹的手段 黑棋如果长白棋搬 打吃就粘住 接下来黑棋再冲的时候呢 白棋再次冲 黑棋打 白棋可以先手滚包 之后尽管这个直接顶不成立 但是白棋可以跳 黑棋再飞呢 白棋压 由于这个顶的手段始终存在 而左边这块黑棋还没有活干净呢 黑棋无法阻止白棋打龙 与下方联络 这样呢 黑棋这一带一点收获都没有 这个结果白棋大胜了 因此呢 实战当中 朴敬环选择了 先再次搬的一个下法 那么当然白棋不会断 此时白棋也不会去沾 如果白棋沾 黑棋这个挡呢 白棋就不敢沾了 否则一旦被黑棋冲进去 这个脚上呢 将出问题 这样呢 也给了黑棋一些机会 那柯杰呢 实战是选择了在三线挡住 场考之后 朴敬环呢 再次再次测 这手棋走完之后 柯杰呢 也是神色大变 一边叹气 一边反复的揪着自己的头发 直到读秒声读到58的时候 他才吓出了靠的反击手段 这手棋 是让局面最复杂的一手 因为此时呢 朴敬环九段 由于之前频频场考 也已经进入独庙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冲 白棋断 黑棋打吃 白棋不断 黑棋 冲破眼 白棋就沾 然后该来的终于来了 黑棋直接粘住 威胁白棋的整条大楼 这个时候呢 由于其他的比赛 大部分都已经结束 越来越多的棋手围拢过来观战 连摄影记者都被挤到了一旁 而在其中被裹挟着的日本天才少女 仲一锦呢 呼闪着自己聪颖的大眼睛 入神的盯着棋盘最后的胜负处 接下来 白棋先断吃 黑棋提 柯杰只用了五秒钟 就下出了这部一路点的圣照 下完这手棋之后 柯杰从容的取出一张纸巾 擦拭着眼镜 这与李适时 下出杀招之后 搓拭虎口的习惯一样 也是柯杰 进攻得手的标志性动作 而朴婷环呢 则陷入沉思 此时 仲一锦呢 像观看乒乓球比赛一样 目光从棋盘 转向了朴婷环的脸上 那么这手棋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白棋点完之后 上方一路有扳过的手段 这对于对杀 显然影响巨大 而如果黑棋阻度 白棋可以再次靠 这样我们看到 黑棋如果再冲 白棋冲 黑棋再断的时候 白棋并不是从二路去打持 这样黑棋一立下去呢 局部没有棋 白棋有一路打的好手 黑棋如果沾 白棋一打 双方形成结症 这个结 是锦气结 黑棋太重 从双方对杀 变成单方面的结杀突入 这个朝廷环无法忍受 而如果黑棋提掉 白棋打呢 依然是结症 正是这手棋 严厉之处 朝廷环在此用光了所有的保留 独秒时间 独至最后一秒的时候呢 接下来 黑棋再次断 打架 白棋吃住 然后黑棋回到右上班 白棋挡住 黑棋粘 那这个地方由于白棋已经获得了便宜 黑棋这个班本身对于脚步的影响很大 柯杰呢 改变了主意 他下一手棋再次掀起 黑棋不断呢 白棋再跳 黑棋冲 白棋冲 黑棋断 定型完之后 柯杰呢 选择了直接粘住 静观黑棋的动向 现在黑棋如果执意强行挡住破眼 继续跟大龙对攻 那么白棋呢 依然可以回到上方班 黑棋打吃 白棋呢 就作结 这样还是形成结征 那么黑棋之前这一连串的手段呢 将自己气撞紧 显然也是不好的下法 此时 朴槿环似乎已经失去了斗志 尽管表情依然的从容淡定 但是落子方式呢 却带着一丝慵懒 这是近乎绝望的一种表情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打吃不活 白棋先冲 黑棋挡住 接下来白棋收气 搜刮黑棋 黑棋提掉 白棋再爬进去 现在这个局部一旦白棋粘住 这里边黑棋是没有两只眼的 局部要做活 黑棋呢 只有走在这个地方 但这样一来 白棋点完之后 尖回 白棋也活棋 上方黑棋活了六目 而白棋呢 则活了八目之多 这个结果呢 显然对于本已形势不利的黑棋 也是雪上加霜 因此 无心恋战的朴景环呢 在白棋爬的时候 就选择了头子 双方的天王山之战告终 柯杰以12比11取得了领先 那这盘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